同门师兄弟相争,沙尔克西拜奥厄7月29日周日,沙尔克在友谊赛期间首次输了比赛,对手是几天后将要出征得以的奥厄,沙尔克最终以0比1输给了对手,赫尔曼在比赛第76分钟通过点球,成为本场比赛的唯一入球,对于特德斯科来说,这场比赛非常特别,在他执教沙尔克之前,他曾在奥厄担任主教练, 他在奥厄困难的时期接掌球队,并最终带队保击成功,这些成绩,球队以及奥厄的球迷是不会忘记的,在比赛前后,特德斯科都受到了热情的接待,两队整场90分钟的比赛,现场分为很好15250名球迷到现场观看了比赛,沙尔克在上半场表现得更好些,但在对方门前还缺少些必要的穿透力, 一开始比赛进行得不错,他立朱里在比赛第五分钟,得到了一次进球的好机会,当他晃过多名奥厄的防守球员后,他的射门却被挡了出来,奥厄发动了几次不错的出击,但在面对沙尔克严密的防守下没有制造出威胁, 他们最好的机会来自原沙尔克球员海莫里希,却被贝尔满将球挡出,下半场一开始,特德斯科换上了6名新球员,其中就有萨内,这位在内加尔国脚迎来自己身披沙尔克战袍的首秀, 在下半场,沙尔克还进行了几次人员调整,奥厄在比赛第46分钟,同时换上了10人,由于下半场换人的频繁,比赛的顺畅程度受到了影响,两队都很难给对方的后防线施加压力, 观众直到比赛结束前15分钟,都没看到什么像样的射门,但场边热烈的氛围没有因此,而中段特别声明,本文为贴吧平台的原创作品,转载请注明出处来源,了解更多请登陆贴吧APP关注。